好来看到新议员蔡一静 针对花莲县疫情指挥中心的宣布 视讯快筛计经过医生评估之后 就可以认定确诊 物资包领取专线等政策 不过由于原乡的青年都在外地工作 部落长者相当的多 加上语言的不同 无法达到防疫工作 也希望可以透过文件站 原乡中心和各局处来协助部落的长者 花莲县疫情持续升温 不过针对日前宣布的视讯快筛 经过医生评估之后 就认定为确诊 以及防疫物资包的领取等等 现眼财经表示 因为原乡年轻人都在外地工作 长者居多 加上语言不同 对防疫政策的方向 到最后还是打电话到服务处 来寻求协助 那我们都已经是采用视讯快筛 阳性然后经医生评估就可以确诊 就认定确诊 那想了解在目前我们在实施的这个阶段 目前我们使用率的部分 可不可以等一下可以提供相关资料 那另外呢 是因为在书面咨询当中也有提到说 因为我们后来就是决定说 像我们的这个物资包的部分 就是要民众 他要提出他的需求 那可以来电去给社会处 他有生活照顾中心的关怀专线 那礼拜一到礼拜日都会有提供这个服务 那目前这一个礼拜的使用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因为呢会特别这样讲是因为 其实我们知道目前的防疫政策 是取向于说希望就是快筛 然后早期发现的这个 有哪一些是中重症的 要去给他协助 那还有高风险的族群的去 希望他们多去施打疫苗 还有抗病毒的药物呢 可以精准的使用 以及加强儿童疫苗及医疗的照顾 但是目前的现况就是我们原乡长者居多 那很多的年轻人都是外出工作 那医疗资源的差距非常的大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拟定我们原乡的防疫策略 我希望不论是卫生局还是社会处 包含我们的原民座 也可以加进来一起大家共同来努力 特别是我们的居家隔离的时候的社会支持的不足 这次我也是在这个期间也有很大的感触 我希望说我们在这个社会支持的部分 因为很多的长者他可能确诊了 他语言上面不通 或很多会很惊慌的时候 都会打电话寻求我们的协助 那我们要如何运用我们在部落里面 现有的这个文件站也好 还是原家中心 我们各个的单位可以一起来努力 让每个人都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后在防疫的路上我们共同来抗议 新闻言蔡经表示 由于原乡部落长者们相当的多 加上一旁没有子女陪伴来帮忙 希望幸福各起处能够做好连结的工作 来协助原乡度过这一次疫情的难关 记得终于欢迎收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